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网络平台Ringit Plus 早前做的年度调查就显示 有55%的受访者承认 他们的每月支出 等于或超过自己的收入 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是月光族 甚至入不敷出 那花得比赚得多 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很糟糕呢 又是什么原因让大马民众钱不够用 还大花未来钱呢 财务规划师受访者指出 那现在很多人不善于储蓄 整个环境又鼓励消费为先 再加上很多金融产品 包括信用卡啦 个人借贷 还有最近流行的先买后付 都提供了消费便利 让很多人不计后果 先用未来钱 那这种消费态度越来越普遍的话 会不会形成社会的一枚定时炸弹呢 这份报告也显示 今年有70%亿的受访者 他们每月储蓄是低于500令吉的 那虽然比去年的70%稍微增加 但是67%的受访者的紧急储蓄啊 只能够维持三个月或更短 因此有32%的受访者 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 是比2022年更糟糕 超过一半 也就是55%的受访者承认 对目前的财务状况感到焦虑 沮丧或者尴尬 不过MRR顾问管理伙伴兼 投资顾问黄国华在受访时认为 那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因为不只是我国 很多西方国家 比如美国的年轻人 也同样面对入不敷出的情况 但他提到 这份报告也显示 那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马来西亚人在掌控自己的财务状况方面呢 展现了韧性 因为有高达94%的受访者 他们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来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 包括减少休闲活动 减少外食 还有勤奋地记录自己的开支 但是MonQ财务学院创办人 黄凯顺确认为 那大部分民众 特别是年轻一代啊 都是月光族 其实跟现在的消费观念有关 他认为老一辈 因为社会环境 还有经济条件不优渥嘛 那每个人对未来生活都没有安全感 生活过得仅深小心 所以就必须储蓄足够的钱 为明天做准备 因为他们担心 万一没有钱 就会马上失去物资的供应 而且以前没有办法刷卡 也不容易借贷 所以就习惯了通过储蓄 存钱来买需要的物品 但来到这一代 买东西看的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 而是你能够刷卡刷到多少钱 今天的社会呢 因为太过方便了 你可以刷卡 你可以借贷 你可以Buy first pay later 这种各样的方便呢 导致我们没有需要等待 你要你马上就拿回去 过后你才去给钱 所以这种种的社会状况呢 就导致我们太过度的依赖了这种的方便 就变成每一次我们要消费的时候呢 你不是看自己身上有多少钱 你是看你能够刷到多少钱 MonQ财商学院创办人黄凯深认为 55%的受访者都是月光族 已经是个普遍的现象 因为现代社会倾向于消费导向 再加上很多消费便利 让人习惯于先用未来钱 甚至觉得每个月把钱花光 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而MRR顾问管理伙伴 兼投资顾问黄国滑车认为 这其实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是觉得说这全球的问题 其实你看到美国也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 所赚到的钱是 有本事活费在那些高费的时候 一直在增长 所以你的薪水是永远很难 跟得上那个 如果还是保持着同样的 那个费用的薪水上 你是很难追得上 那个物价的上涨 所以唯一方法是说 自己增值 然后希望说 我们去另外一个 节省的那个步骤赶会 黄国滑认为 在全球面对通胀问题的时候 你的薪水永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 因此最好的方法 还是要自我增值 增加收入 而如果薪水真的不够用的话 就不要打肿脸皮冲胖子 超越你能力的消费 两位受访者都建议民众 不管怎样 都应该要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就算只有100令吉也好 也要养成储蓄的习惯 因为这后备金 将会成为突发意外时的救命稻草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后备现金 我们说这个储蓄 我们就把它当做是后备现金 如果万一遇到什么紧急的状况 还是收入停止 还是减薪等等 我们有一个应急的钱 所以后备现金 应该是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 我们的每一个月的收入 或者是每一个月的开销 的那个水平的 最重要就是很多时候你要开始储蓄 最重要是那个习惯 就是说100也好200也好 500也是剩够了 500也是一年是6000块 所以最重要是养成那个储蓄的习惯 规划自己的那种开销 然后把一些那些债务 不要有那种储蓄 那个储蓄就没有 不是把它换完 然后开始储蓄 然后薪水增加 慢慢慢慢开始投资 开始投资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放钱在那个 减薪就给了 黄凯深更提醒各位家长 小孩的储蓄跟消费观念 应该从小就开始培养 最简单的就是 从零用钱的管理开始 不要只是给他 刚刚好当天应用开销的数额 因为小孩就会养成 每天花光零用钱的习惯 应该让他养成 分配零用钱 并储蓄的观念跟习惯 另外家长也不应该抱有 我以前苦过来 不想让孩子受苦 所以他们要什么 就给什么的观念 很多父母亲 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们上一代是苦过来的 苦的职位是不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能力 已经改善了我发誓 我永远也不要再让我的孩子 经历我那种的苦了 其实这种是很严重的 一个臭的一个价值观 因为苦其实就是来塑造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这种理财的观念 在通过除息 长期来等待 那个是一个美德来的 黄凯顺认为 很多上一代人 因为自己苦过来 因此不忍亲孩子受苦 所以孩子要买什么 都满足他们 但这样过分保护孩子 会在无形中 让他成为钱到手就花光 而且要买什么 都不能够等待的个性 他指出 目前整个社会经济架构 都在鼓吹消费导向的风气 似乎觉得钱花光 是很正常的事 因此如果没有从小就培养 要先分配 后花费的这种观念 那么日后 就会一直出现月光族 或者入不敷出的社会现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